已經是完完全全可以復合 種族近空這樣子的定義了 她告訴我她從小在每一次的空襲中 她心裡其實想的都是 我希望如果我們被嫁到 我們全家人都一起死亡 不要有任何人成為那個唯一一個 全家人幸存的人 嘴裡不斷說著感謝 但臉上流露出的驚恐與無奈 遲遲難以平復 影片中逃亡的婦女 她們是巴勒斯坦人 同時也是一名現年32歲 從事巴勒斯坦研究的台灣學者 王冠雲的婆婆與嫂嫂 在以色列建國後 冠雲婆家親友被趕到加薩局主 如今尾巴衝突再度發生 她們在加薩的家被毀了 家人們不斷逃亡 每天生死未撲 到今天為止 她們就是不斷的 已經超過五次了 每天都在換不同的房子 只要有一個空間 就好幾十個人 全部大家寄進去 只要有一個空間 才可以躲藏就好了 冠雲透露 她先生的家人 包含爸媽 嫂嫂 還有孩子們 八歲 五歲 甚至兩歲 雙胞胎等共八人 每天在戰火裡分散 四處避難 因為當地電力和網路短缺 雙方上次聯絡 已經超過12小時 已經是完完全全可以 符合種族近空這樣子的定義了 她告訴我她從小在每一次的空襲中 她跟家人一起躺在家裡 她心裡其實想的都是 我希望如果我們被嫁到 我們全家人都一起死亡 不要有任何人成為那個唯一一個 全家人幸存的人 冠雲分享 先生從小在加薩長大 已把兩國的戰火 全家多次親身經歷 而這次衝突 很多人認為是哈馬斯主動挑起 才讓許多平民被殺害 外界輿論一面倒 冠雲有話要說 雙方衝突 誰也不樂見 過往的問題沒有解決 難保尾巴衝突再度發生 最可憐的還是兩國百姓 都能為一個人生存的人 最可憐的方式 尤其是兩國百姓 從小在加薩的人 在加薩的方式 教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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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中